我们先用这个云台的遥控器 把那个机柜的云台打开 查按中间的 规发出滴滴的声音 然后就松掉 进入设置状态 现在是进入设置状态了 那么我们按上面那个键 把云台打开 把它 达到差不多最大的位置也行 然后就松手 然后我们机器现在是放进去了 正常是因为调机器有点费时间 我们就临时先把它放进去了 然后机器如果说你能直接放进去 那这个7字板是不用拿下来的 如果说有的机器比较大 那我们可以把那个7字板先取下来 好 7字板已经取下来了 然后我们在 这个里面 它里面是一根电源线 只有一个电源线 没有其他的线 就一个电源线 还有的都风扇线 就一个电源线 我们把电源插到那个 机器上 好 然后我们打开机器 一打开机器的时候 它的屏幕就会升起来 那天窗就会往下降 好 我们现在是位置调好的状态 位置调好的状态 我们刚才是那个云台是进入设置状态的 对吧 这个云台是可以公司它呢 回去 然后出来 就是距离 好 调到合适的位置 调到合适的位置 我们中间这个按键短按一下 它会滴的一声就保存了 就是说你后期打开机器和关闭机器 它都会到这个位置的 好 刚才 好 刚才我们位置已经调好了 那我们位置已经调好了也确定了 我们就把刚才的那个气质来 收进给它装上去 好 现在就调试就完成了 行程也保存了之后 那我们就是凭具这个机器了 机器关掉它都会全部关起来 我们现在把机器关掉 这个时候它天窗也会起来 云台也会缩进去 然后屏幕也会下降 还有一个就是调节那个屏幕的高低 比如说你屏幕太低了 对吧 这个屏幕太低了 那我们就要用到这个 这个调节化 用到这个调节化 这个屏幕比如说你太低了 对吧 还要调高一点 那我们看在后面 这里后面有个上面的黄色的 对吧 我们把这个棒子插进去 逆时针方向它是升高 正时针方向它是降低 上面这个口插进去 然后一般来说调的话 半圈 然后你要重新做一个升降式一下 半圈调一个 它逆时针方向上升的话 是不用关机的 你转一点它就会上升一点 但是你要调低来的话 你要正时针方向转了一圈 然后你再要机器关一下 让到屏幕下降一下 然后再上去 它就会下降一节的 所以今天就是 这里有一个治愿先的 这一间是 结婚中针方向南 是 如果还有您您有找到 优优独播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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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